对星云星说 那个题目 什么情况下会考虑卖赚卖亏呢 咱们再稍微举个例子吧 如果一个题目当中 它只给你一个残值 只给你一个残值 残值是20万元 它就是 它就是没有卖赚卖亏 残值20万 既代表变现净收入20 也代表是最终的账面价值20 此时是没有卖赚卖亏的 什么时候有卖赚卖亏呢 咱们再来说一下 比如题目跟你说了 最终你说得很清楚 最终变价净收入是50万 而税法任的残值 残值是20万 这样的话 变价净收入是卖了50万块钱 但是税法任的残值是20万 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卖赚卖亏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这就是投资项目的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 你说它难吗 其实它就这几项东西 2加3加3也不是很难 但是容易犯错的点是比较多的 当把现金流量都已经找完之后 下面来看一下第二部分 是投资项目的评价指标 投资项目的评价指标 一共有五个 分别是净限值 年金净流量 限值指数 内含收益率和回收期 这几种方法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几种方法应该掌握什么 不应该掌握什么 有些东西它是比较乱的 你暂时可以不用掌握 考试是不会考的 关于净限值 年金净流量 限值指数和内含收益率 这几个指标 首先你要掌握这几个指标 本身该如何计算 它的计算的基本逻辑 它本身的内含是什么 然后再掌握一下 这些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 它们的优点和缺点不用管 因为咱们现在学的是评价指标 你只要知道本身评价指标 怎么用就可以了 你们可以翻一下书 下面是第三节 第三节是如何去进行评价 那个是咱们先把评价指标 本身给学完清楚之后 再来看一下第三节 第三节再讲如何去运用 这些评价指标 好吗 不要现在先不要着急去想如何去用 什么时候用什么指标 这个地方先不用管 而对于回收期 回收期的话 你需要第一个掌握计算 第二个掌握怎么去评价 第三个还得掌握一下回收期的优点和缺点 因为回收期的优点和缺点 这块考试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剩下几个指标的优点和缺点 考试的频率非常非常低 那么咱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净限值 净限值的基本概念就是用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值减去原始投资额的限制 而原始投资额的限制就相当于付出成本的限制 就相当于付出的成本 在投资期原始投资额指的是投资期 投资期有长期资金电支 有长期资金投资和营运资金电支 这两部分 这两部分都属于原始投资额的组成部分 之前有同学会问 当你算完现金流量之后 原始投资额到底是哪些 有哪些属于原始投资额 有哪些不属于 投资期的长期资产投资和营运资金电支 他们所产生的现金流量 都属于原始投资额的组成部分 这是成本 而未来是营业期和终结期 他们产生的现金净流的限制 就相当于一个收益 他们的限制就相当于收益 如果是收益大于成本的 则净限值会大于零 大于零则项目是可行的 净限值大于零则项目可行 一般来说 后续因为限值指数 跟净限值 他们两个指标非常相似 所以咱们为了简化处理 咱们先把未来的现金净流的限制 设为A 把原始投资额的限制设为B 如果净限值是C的话 C就等于A减去B 是第一个净限值的计算 净限值计算过程当中 它会算限值 你算限值 咱们前面已经找好了现金流 而还缺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就是折限率 如何选择这个项目的折限率呢 其实这块教材当中它没有与时俱进 为什么没有与时俱进呢 因为之前中级教材当中 是不收入项目资本成本计算的 所以它会给出几个参考 但是今年教材当中新增加了项目资本成本计算 所以关于投资项目的资本成本 在算折限的过程当中 在算折限率的时候 所选用的折限率 其实本质 本质是项目的资本 资本成本 本质是资本成本 而由于 由于之前的教材当中 是不介绍项目的资本成本的 所以给出了三个参考 第一个参考是市场利率 第二个参考是投资者希望的 预期的最低收益率 就是必要收益率 投资者要求最低的 其实也是项目的资本成本 或者说是 企业平均资本成本率 就是之前没有这个支持点 其实今年有了这个支持点之后 本质来说算限值的折限率 就是项目的资本成本 没有其他的 但是这个地方 做一个选择题的考点 应对就可以了 举特原则 如果净限值是大于等于零的 说明方案要么是赚钱 要么是不亏钱 都能够增加股东收益 所以此时实际的收益率 是大于所要求收益率的 方案是可行的 如果净限值是小于零的 则方案不可取 因为收益是小于成本的 实际收益率会低于 所要求的收益率 是不可行的 大于等于零 方案都是可行的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净限值越大是越好的 方案越好 因为你赚的权越多 所以净限值越大越好 第二个是评价 关于净限值的评价 这个地方 简单了解 你不需要掌握那么多 重点知道 有一个大体印象就可以了 第一个适用性强 其实很多地方评价投资项目 都是选择的净限值作为评价指标 第二个能够灵活的考虑投资风险 对吧 折限率当中是包含投资的风险要求的 缺点就是 第一个 切线率不一确定 怎么确定切线率 很难确定 下面这两个缺陷不用管 不用管 来看一下如何来进行计算 私伙公司由A和B两个投资项目 可供选择 以至A项目的初始投资额 两个投资项目都是1000万元 且都在期初时一次性投入 固定资产使用年限是相同的 项目各年的现金净流量如下表所示 假设该公司选用的折限率为10% 你只要会计算两个项目的净限值就可以了 不要去进行比较 比较的问题咱们等到下节课再讲 现在只需要掌握评价指标本身就可以了 所以A项目的净限值和B项目净限值 就是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值减去原始投资额限值 未来的现金净流量 A方案是每年都是相同的 每年都是相同的话 就是永续 就是普通年金求限值 普通年金求限值再减去原始投资额 这个1000 就得到A项目的净限值就等于460多 而B项目的净限值呢 由于B项目本身来说 它各年的现金净值是不一样的 无法按照年金求限值 直接把这些现金流统一折算到零食点 怎么办呢 是不是就没法算了呢 不要忘了根本 无非就是复杂一点呗 一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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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折就可以了 而折的过程当中这个教材当中的这个计算方法 是不是乘以一个复利限制系数 而是除以 比如说是600 这个600除以过上1加上10%的四次方 其实这个 它除以1加上折现率的n次方 其实它也是一个折现的方法 算中值和算限值 我当时在讲货币时间价值的时候 我就说过 第一个你要会用复利中值系数 复利限制系数来算 套公式来算 这第一个要掌握的 第二个同时原始公式千万不要忘了 原始公式可以在危急时刻救命 这是用原始公式算限值的原始公式来行计算的 所以呢 也可以算出来B项目的净现值 会算就可以了 知道用未来现金净流的限值减去原始投资限值就可以了 评价不需要管 第二个是年金净流量 什么是年金净流量呢 年金净流量它的计算公式使用净现值除以年金限制 它的本质如果净现值是未来现金净流量的限制呢 限制减去原始投资和限制 它如果简单理解就是总共赚的钱 这个项目总共赚的钱 因为它是用总共的收益减去总共的成本 它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个项目总共赚的钱 而年金净流量它代表是平均每年赚的钱 每年的收益 比如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未来现五年吧 一二三四五 未来五年会有现金流入 零时点会有现金流出 流出的限值减去流出的限值 假设是五百万元 这个其实就是净现值 净现值五百万元就相当于这个项目 五年的项目一共赚取了五百万 而年金净流量就相当于每年赚的多少钱 我如果得到总共赚了五百万 我算每年赚的多少钱 能不能直接用五百万吹舞 能不能 那么如果我知道一个项目总共五年赚的限值 赚取的金额在零时点是五百万 我能不能得到每年赚的钱就是一百万 这种情况下是不能的 为什么呢 我们赚的款项的限值是五百万 如果每年赚一百万的话 你把这五笔现金流量统一折算到零时点 肯定是小于五百万的 所以不同时间点的货币是不能直接加总求和的 所以我们想知道每年赚多少钱 我们可以设方程 设每年赚的是A 每年赚一个A 最终这五年我能够赚到五百万 其实就相当于将总共这五年赚的钱 平均到每一年当中 而计算公式呢 就是A乘以括号P斜杠A点I点N 就等于五百 而每年赚取的金额A 平均每年赚的钱 就等于净现值除以年金限制系数 只要把这个净现值除以年金限制系数 这个公式给掌握清楚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计算要掌握清楚 下面来看一下决策 如果年金净流量大于零 其实年金净流量 它是在净现值的基础之上进行变形的 因为净现值是总共赚的钱 总共赚的钱是大于零的 则发恩可行 你总共赚的钱大于零 则平均到每年A呢 A大于零则发恩也是可行的 只要每年赚的钱大于零的 则总共赚的钱也是大于零的 不明白了 哪个地方不明白 停下哪个地方不明白 首先总共净现值代表是 总共赚的是五百万 总共赚的五百万 总共未来 假设平均到每一年当中 如果平均下来之后 假设每一年是AAA 平均下来之后 每一年是A的话 则这五个A的限值就等于五百 所以A就等于净现值除以年金限制系数 净现值除以年金限制系数 这个跟年资本回收额有什么区别 其实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只不过应用场景不一样 给它起的名字不一样 基本的逻辑是没有区别的 明白了吗 都是知道限值求年金 知道限值求年金 我这哪写什么NPV呢 你看我的讲页看我的PT 不要看你们的书 看我的PPT 你能够听懂就可以了 好吗 然后如果年金净流量 大约零说明每一年都能够平均下来 每一年都能够赚钱 平均每一年都能够赚钱 则项目的净现值也是大约零的 此事 方案是可行的 所以净现值大约零总共是赚钱的 你平均到每一年也是赚钱的 所以净现值和年金净流量 他们两个对于同一个项目来说 他的决策结果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同时期限不同不用管 期限不同 咱们只学项目本身 这个指标本身 不用管这个指标 该如何去运用 该如何决策呢 决策也不用管 评价也不用管 下面来看一个教材例清 丝瓜公司有A和B 甲和乙两个投资方案 如果资本成本率为10% 分别计算两个方案的年金净流量 然后甲方案需一次性投资1万元 可用8年 残值之为2000元 每年可以获得税后营业利润是3500 来 这个地方就把 就把咱们前面学过的现金流量计算 和指标计算给集合在一块了 我们看一下该如何行计算 一共是8年 0 1 2 3 4 5 6 7 8 一共是8年 8年的话一次性投资是1000万元 1000 1万元 1万元的话 零时点支出1万 负的1万 而残值是2000 则可用8年 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 每年的折旧金额是多少呢 原始投资的账面价值是1万 减去残值2000 除以折旧年限是8 每年的折旧是1000 这是折旧是1000 而其木给了税后的营业利润是3500 税后的营业利润是3500的话 则每一年的现金净流量都是3500 营业期每一年的现金净流量都是用3500税后营业利润加上折旧1000 所以从10点它是4500 4500 4500 20点30点40点50点到80点都是4500 这是营业期的 营业期算完之后下面该算什么期间呢 该算终结期了 终结期有三笔现金流量分别来算一下 第一个是变价净收入 变价净收入就取这个残值就可以了 残值是2000 所以变价净收入就是2000 在终结期80点再加一个2000 然后呢 变现净损益呢 都是残值就给出一个残值 这一个残值是两用的 最终变现净损益是0 电质运营资金也没有 所以最终这个项目它的现金流量 我们就算完了 零时点是支出1万 而12345678分别是4500 同时在80点又加了2000 该如何来进行折线呢 这个折线的方法其实并不是唯一的 我们可以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将这八个时间点上的4500 统一按照普通年金折算的零时点 再将这个2000折算的零时点 可不可以 可以没有问题 这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把前面这七个 4500统一折算的零时点 然后80点它单独 这两项之和来进行折线 也是可以的 所以折线的方式并不是唯一的 但是只要将未来的现金流量 统一折算的零时点就可以了 然后再减去原始投资额1万 折旧啊 折旧折旧 6002 来看一下 最终算完之后 假方案它的净现值是 是14941.50元 假方案的净现值是这么多的话 则年金净流量呢 就相当于这个八年一共赚去了 八年一共赚了这么多钱 我们将这八年赚的钱平均到每一年当中 平均到每一年当中 这个是含有货币时间价值的平均 你不能直接除以八 你得除以八年期的年金限制系数 最终得到 假方案每年的现金净流量是 2800亿元就相当于这八年你每年在每年年末都能够赚取2800亿元 这个年金净流量它本身的含义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因为这个含义咱们后续下次刻会用到这个年金净流量 就相当于每年年末平均赚了2800亿元 这是第一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是以方案一次性投资是1万元 可用5年无残值 第一年获利是3000元 以后每年递增10% 来看一下 获利3000 是012345 走 下面 零时点投资是多少呢 投资投资投资是1万元支出1万 这是第一个 而第二个呢 是营业期 营业期等于税后的现金净流量加上折旧 折旧是多少呢 折旧是1万除以5等于2000 所以每年的折旧是2000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 这2000算营业期的现金净流量 看到没 这是教材例题 他出例题的时候 他考虑并不是那么全面 说第一年获利是3000元 这3000元 是税后的获利呢 还是税前获利呢 这个不知道 如果真的只考一个获利3000元的话 有人可能理解为税后的 有人可能理解为税前的 因此 这种题目的话 他考虑的 他说的信息就不是那么的全 考试当中你不用管了 是这个获利到底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 你就直接用这个3000算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直接用这个3000 你看一下教材例题就可以了 教材例题就将这个3000变成税后的 考试当中肯定给你说明的很清楚 他到底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 所以平时练习教材题目当中很多 因为他直接下面有答案 你配合着答案进行上下 我理解就可以了 考试当中 因为是做的 需要做的题 他说的会非常严谨 所以第一年税后是3000 3000加上2000等于5000 第一年是5000 然后呢 以后每年递增10% 对吧 5300 5600 5900 等等等等 最后知道了这五年的现金净流量之后 在最终求限制 是吧 各年 未来各年的现金净流量折现 折完现之后减去原始投资额是1万 就可以知道第二个方案 以发案的限制 以发案的限制是11213.77元 就代表这个项目这五年一共赚了这么多钱 而五年一共赚了这么多钱 则平均到每一年呢 是净年金净流量平均到每一年 就是2958元 这是现金净流量 它的一个基本含义和计算和评价 掌握清楚就可以了 5000没有懂 5000是啥呢 5000是税后营业利润 咱们强化一下税后营业利润 加上折旧 对吧 加上折旧 税后营业利润 题目已经说了 是第一年获利3000 3000女就不要去纠结 不要钻牛腰间 你就把它理解为税后的营业利润就可以了 然后再加上折旧 总共的投资是1万 1万用五年残值是零 所以呢 每年折旧2000 3000加2000等于5000 第四个是限值指数 限值指数 基本计算公式是用未来的现金净流量 除以原始投资额的限制 其实它跟净限值的计算非常相似 咱们来回忆一下净限值如何来经计算 净限值 等于未来的现金净流量限制 减去原始投资额限制 而限值指数 其实就是将中间的减号变成了一个除号 而以中间减号变成了一个除号 它跟净限值计算公式非常相似 净限值是用未来收益减去初始的成本 而限值指数是用未来收益 除以最初的成本 同时这两个指标 大家一定要能够掌握好 它们两个指标之间的关系 一定要能够掌握好 它们两个指标之间的关系 比如净限值 假设一个项目净限值是50万元 净限值是50万元 这个项目值不值得投资 净限值是50万元 它值不值得投资 它是值得投资的 净限值大约0是值得投资的 而此时当净限值是50万元的时候 假设原始投资额是 投资额 等于100万元的话 你能不能帮我算一下 限值指数是多少 能不能帮我算一下 限值指数是多少 净限值是50万元 原始投资额是100万元 则限值指数是多少 净限值50 原始投资额100 则限值指数是0.5吗 看着屏幕说瞎话一样 你们做题的时候 想一下啊 看一下 我初期能出这么简单吗 直接0.5吹100 初期老师会出这么简单的题目吗 肯定是不能的 对吧 肯定是不能的 人家限值指数的计算公式是用未来的现金净流量限值 人家分子不是净限值 我给你的净限值 给你了原始投资限值 你得至少再转个弯吧 转个弯 转到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值 对吧 净限值是50啊 原始投资限值100 则未来的现金净流量限值是150 150除以原始投资 100等于1.5 所以是1.5 这是第一个计算 同时你如果后续真的在算的过程当中 你算成0.5了 你也要学会自我检验 你要学会自我检验 为什么呢 因为净限值大于0 它等于50万元大于0 项目是可行的 是值得投资的 而限值指数 它的一个判断标准是什么呢 限值指数的判断标准是跟1比 跟1比 因为分子是收益 分子是收益 分母是成本 如果分子大于分母大于1 则方案是可行的 所以限值指数要跟1比 如果你算出来是0.5 0.5小于1 方案是不可行的 本身来说 人家方案是大于 净限值大于0是可行的 结果你算了一个0.5 限值指数是小于1的 不可行的 说明你这个0.5肯定是错误的 这个要学会自我检验 你任何数据 你做完之后 有人问老师 你怎么学财管呢 我提高做题的思路 我做题正确率 我就是通过能检验的指标 我都会去检验着来算一下 这样的话心里踏实 两种方法都来算一下之后 你能够心里更踏实一点 你同时可以掌握两种方法 包括咱们营业期 现金 技能量计算 三种公式 对吧 有时候你做一个期 你用三个公式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 结果三个公式做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肯定是有一个公式 你掌握没有那么的准确 你中间算错了 然后再反思一下 到底哪个地方算错了 对 50加100 这是第一个 你直接算数据 用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值 除以原始投资限值 这么算 可以 但是呢 你也可以进行公式变形 怎么来变形呢 由于净限值 等于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值 减去原始投资限值 比如咱们刚才举的例子 净限值是50 而原始投资限值是100 而可以推导出来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值这个指标就等于净限值加上原始投资限值就等于50加上100 而限值指数呢 限值指数是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值是150除以100等于1.5等1.5 它也等于1加上净限值除以原始投资限值 这个基本的简单的 一个是AC等于A减B 一个是D等于A除以B 它们基本之间的推导其实非常简单 你可以记这个公式 可以记这个公式 也可以不记 你到时候 到时候推下A是多少就可以了 结论是 如果一个项目净限值是大于0的 就是A减B是大于0的 说明A大B小 A大B小的时候 则A大B小这个分数是大于1 大于1方案可行 如果限制指数小于1 则方案是不可行的 这是基本的公式 要能够知道净限值和限制指数之间如何来进行推导变形 第三个 第二个来看一下决定原则 就是限制指数大于1方案可行 限制指数小于1方案不可行 下面是评价 评价不用管不用管 下面 6-7 叫他例题 是私管公司由AB两个投资方案 有关资料如下表所示 让计算净限值的 净限值是原始投资和限制 A是3万 B呢是未来现金进入量A呢是31500 净限值A是1500 而B分别是3400和1200 1200 来算一下A和B的限制指数吧 只用管怎么算 重点啊 我没讲的可以不用掌握 限制指数 你只用算限制指数 A分案的是多少 A分案的是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制 除以原始投资额限制 未来的现金净流量限制A呢 是31500除以3万 这是A的3.1 不是315 是1.05 这是A分案的 B分案呢 B分案的限制指数 就是未来的现金净流量限制 是4200除以原始投资 限制3000等于1.4 这就是关于限制指数 如何来进行计算 同时限制指数大于1 大于1 两个分案都可以采取 都可以采纳 大于1 就可行 下面来看一下内涵收益率 什么是内涵收益率呢 内涵收益率是指在一个项目 已经确定的现金流的基础之上 现金流 已经确定 来看一下这个项目 它能够赚多少钱 收益率是多少 内涵收益率是项目本身的收益率 比如咱们简单一点 不说那么复杂 如果一个项目它只有一年 只有一年 零时点需要投资100元 然后一时点呢 能够收回110元 我来算一下 这个项目本身的收益率 内涵收益率是多少呢 这个讲完 内涵收益率咱们讲完咱们下课 不用着急 是的 是10% 本身的内涵收益率是10% 因为它只有一年 只有一年非常好算 如果年份有很多的话 我们需要令净限值等于0来进行计算 怎么意思呢 你可以设折限率 设内涵收益率是k 设内涵收益率是k 则未来的现金净流量限值是110 乘以110除以8除以1加上k 这是限值 限值减去100等于0 你解出来k依然等于10% 所以内涵收益率是项目本身的收益率 它是净限值 这个10%会使净限值 这个项目投资的净限值等于0 这是一年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算 也可以不用这个方法来算 但是如果年份比较多 比如第一年年末是得到10块钱 得到10块钱 第二年是110块钱 这样的话算起来就比较繁琐 所以如果一个投资项目 它的现金流量是不规律的 咱们再算它的内涵收益率是 必须要用净限值等于0来进行折算 其实可以类比这个地方 现在我需要问一下 内涵收益率的大小会不会受到项目折现率的影响 内涵收益率它的大小会不会受折现率 这个地方是一个考试的内容啊 会不会受项目折现率的影响 会还是不会 有人说会有人说不会 如果还是这个项目啊 还是这个一年期的项目 如果说我要求的最低的收益率 要求的折现率是5%的话 还是这个项目 还是零时点投资110点得到110块钱 折现率是5% 你会不会导致这个内涵收益率发生变化 你来算一下 如果现在折现率是5% 项目的折现率啊 是项目要求的折现率 你算限制的那个折现率 是5% 算净限制的折现率 是5% 但是现在我让你算内涵收益率 算内涵收益率 这个项目本身零时点投资100 一时点投资 一时点得到110块钱 则 则现在我来问一下 项目本身投资者要求啊 折现率就是项目的资本成本 项目资本成本 是5% 项目的资本成本是5% 我来问一下 这个内涵收益率是多少 算一下 有人说会 会的话 我来问一下 你算的结果是多少呢 你算的最终内涵收益率的结果是多少 能告诉我吗 能告诉我吗 是多少呢 谁收益呢 汤圆 九汤圆来收益 告诉我 是9.5 捋一下 再来捋一下 一个项目 再来捋一下 我重新给大家捋一下 一个项目本身 它所项目的资本成本是5% 现在这个项目是010点投资100元 10点收到收到110元 问你这个投资 你的内涵收益率是多少 内涵收益率的本质 是使项目的净限值等于0的一个贴线率 项目的净限值等于0的贴线率 当你这个项目的现金流已经定的时候 现在有010点投资100元 10点收到110元 当现金流定的时候 咱们假设内涵收益率是k k它就等于10% k就等于10% 只有10% 它能够使净限值等于0 因为110除以1加上10% 再减去原始投资100 就等于0 只有10%能够使项目净限值等于0 而本身项目的资本成本 什么是资本成本呢 资本成本是投资者所要求的收益率 它是投资者所要求的收益率 要求的收益率是高或者低 你是5%也好 还是20%也好 会不会影响这个10%呢 再来一遍 它是不会影响这个10%的 因为我们在算内涵收益率时 不会用到这个要求的必要收益率 对吧 不会用到这个要求必要收益率 你是1%也好 2%也好 5%也好 100%也好 无所谓 咱们用不着 咱们用的是这个项目的现金流 咱们用的是项目的现金流 你明白吗 你这个5%也好 20%也好 它能够用来干什么呢 它能够用来算净限制 比如咱们如果要算这个项目的净限制 要求的收益率是5%的话 可以用来算净限制 因为净限制是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制 而未来现金净流量限制 要用这个项目的资本成本 要用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来经折限 因此 比如是110除以1加上5% 减去100原始投资额 它是这个结果呢 是大于零的 结果大于零 如果要求的必要报酬率是5% 你算的净限制 是大于零的 当然是可行的 你也可以 如果你要求的是20% 你也可以用20%来算净限制 但是不管是5%也好 还是20%也好 它本身不会影响到内涵收益率的计算 而内涵收益率只会受项目本身 现金流的影响 明白了吗 它只会受项目本身现金流的影响 不会受投资者要求的必要收益率的影响 当你把这个内涵收益率算完之后 其实可以用来比较 内涵收益率 它指的是项目本身我的一个收益率是多少 当你项目本身的收益率是10%的话 如果项目的资本成本 或者投资人要求的收益率是5% 你算出来的是10% 要求的是5% 说明方案可行 因为要求的是5% 说明我现在投100块钱 我一年之后得到105就行了 结果你给我110块钱 可以 没问题欢天喜地 何乐而不为呢 对吧 这就是第一种情况 内涵收益率大于项目的资本成本 大于预期投资收益率 则方案是可行的 它是一个标杆 而如果呢 内涵收益率是10% 而项目要求的资本成本和预期的收益率是20%的话 则此时呢 我要求的是20% 说明呢 我现在投资100块钱 我一年之后要得到120块钱 结果你一年之后只让我得到110块钱 不行我不干 因此内涵收益率本身不会受到项目资本成本的影响 但是呢 项目资本成本 它要和内涵收益率来进行对比 比较看一下这个项目可行或者不可行 明白了吗 这个地方一定要明白啊 这个内涵收益率 再来问一下 内涵收益率本身不会受项目的资本成本影响 然后呢 如果是净限值呢 净限值会不会受资本成本影响呢 年金净流量会不会受资本成本影响呢 限值指数会不会受资本成本影响呢 他们三个因为都涉及到你算限值 算限值的过程当中都需要用资本成本 他们三个都会受到资本成本的影响 而内涵收益率本身的大小不会受到资本成本影响 但是呢 资本成本它是一个比较的标杆 嗯 非常棒 关于内涵收益率它的计算公式 其实呢 计算方法就是内插法 你只要把第二章的内插法掌握清楚之后 这个计算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 不能说比较简单嘛 逻辑是比较简单的 计算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考试的频率让大家真的让计算内涵收益率 这个从头到尾开始计算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考试过程当中 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呢 就是给你给你比如给你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告诉你了 比如告诉你折现率是12%的时候 净现值是比如100 项目的折现率是14%的时候净现值呢 比如是负的50 让你算一下这样内插直接让你内插 这种情况下是可能会考核的 但是从头到尾算的话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 看一下这个模拟的计算分析题 司官公司你购入一台生产设备 购买价款是160万元 预计使用10年 期满无残值 根据财务人员测算 使用该设备之后 预计每年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是30万元 假设该方案要求的最低投资收益率是12% 要求用内涵收益率指标评价方案是否可行 是否可行就用令净现值等于0 设内涵收益率是I 当内涵收益率是I的时候 用I来进行折现 算出来净现值等于0 然后再用内插法来精计算 计算完毕之后 该方案的内涵收益率是13.46% 高于最低要求的收益率12% 则方案可行 如果呢 各年的现金净流量不相等 简单了解 还是用内插法 只要会用内插法 这个地方就能够算清楚 不得说 评价呢 它内涵收益率反映了 投资项目本身可以达到的收益率 比如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摆这儿了 你算一下内涵收益率 如果是10%的话 这个10% 它表示的是 这个项目本身的收益率 当这个项目本身收益率 10%已经知道 我们可以现在呢 去筹资 如果我们筹资的成本小于10% 我们这个项目就可以投 但是呢 如果我们筹资的话 资本成本高于10% 我们就不投 所以呢 它可以知道项目本身的收益率 这个知道就可以了 缺点不用管 缺点就是计算复杂不用管 那么到目前为止 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多的就不讲了 我本计划的话 还有一个投资回收期法 回收期的话 那个地方内容比较多 咱们留在下次课来进行讲解 因为第六章确实比较难 一次性给大家讲太多东西 我怕大家吸收不了 所以呢 这次课本身准备的内容是比较少的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的梳理 能够将绝大部分内容 能够当堂掌握 课下自己稍微练习一下 就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所以呢 咱们现在第六章 咱们每次课不讲太多 但是后面这些章节 可能遇到简单的话 咱们再稍微多讲点 那么今天的课程到现在就结束了 圆满学会了 非常棒 有进步就好 有进步就好 内涵收益率是指项目本身 本身我投资能够赚多少钱 我的收益率 比如现在投资100 本身的收益率是10% 一年之后可以得到110块钱 嗯 非常棒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句话 就是世界让我变体鳞伤 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 虽然呢 这个地方第六章是比较难的 它可能会让大家非常受伤 但是呢 不要感觉受伤一定是坏事 大家只要来学中级的都会受伤 但是这个伤口 你如果能够让它慢慢愈合 让它长出翅膀 能够顺利的飞到终点就可以了 不要千万不要被这个伤所打败了 咱们下次课再见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